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来到向选民报告的现场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 沈富雄委员 杨倩宏先生 黄宏威议员 林玉芳委员 陈明议员 郭振纳委员 好 那首先呢 我们今天一开场 就要来跟大家报告 我们的滚动式民调 以及辩论以后呢 那么往中始做的民调 到底谁表现比较好 谁表现比较不好 那到底呢 这个辩论的好坏 跟选情有没有关联 支持度有没有改变 请我们的民调研究员 黄云青小姐来跟大家做报告 一斤 好 主持人 各位观众 我们就赶快带您来看看 现在三位总统参选人的 最新支持度变化如何了 现在根据12月2号 旺旺忠实民调的最新结果 马屋配支持度是43.4% 英家配37.5% 宋林配7.7% 双方差距现在是来到了5.9% 而从这几天的支持度变化来看 绿营在蔡英文对世子文宣物质道歉之后 看似这个选情可以说是比较直写了 原本是35%左右的支持度 现在上升了有两个百分点这么多 而蓝绿差距也因此拉近了一些些 不过现在经过了周末的总统参选人辩论之后 现在各方人马的身世又是如何 尤其谁抢走了比较多的中间选票 旺旺忠实也为您来做出了这样的调查 我们访问将近一千位的民众 结果发现是有31.7%的民众认为 马总统的总体表现比较好 略胜蔡英文大约有两个百分点 而至于认为宋处理比较好的 则是有13.6% 不过如果进一步分析 我们来发现中间选民的这样的一个区块 中间选民当中 比较肯定蔡英文表现是胜过马总统 而至于我们再来看看年轻选民这一块 年轻选民分为20到29岁 以及30到39岁 而在20到29岁这一部分 蓝绿双方的支持度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不过在30到39岁的族群 我们看到蔡英文获得了4成的民众肯定 胜过马总统的2成2 而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 我们可以来分析的是 现在在中间选民以及年轻选票的部分 蓝绿双方可以说都是竞争非常的激烈 不过下一方面 各方人马该怎么样调整筛略 才可以抢下更多的选票 我们进一步的分析 就赶快交还给现场 好 那么谢谢益青 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不过你光看这个分析 有的时候大概还看不进去 这个比较细的 我来跟各位大家做一个说明 第一个它的这个滚动式 其实是做到上礼拜五 因为我们现在发觉 六日的选民结构 跟12345有很大的不同 每次做出来有非常大的不同 所以我们既然是滚动式 我们就希望它的选民的背景 是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只做12345 六日是单独另外做 所以呢 这是辩论之前 刚刚那个马领先菜5.9% 是三天滚动 是上个礼拜三四五 三天的滚动 没有 那时候辩论还没有变 所以马领先菜5.9个百分点 好 那辩论完了以后 辩论完了以后呢 在12月3号就辩论那一天 他们又做了998个样本 这抽烊误差是3.1 正负3.1个百分点 那第一个题目呢 是请问你会不会去投票 会 一定会80.9% 这个几乎都是 每次都差不多的 一定会去投票88.9% 可能会是36% 百分之3.6% 不一定 百分之8.6% 不会 百分之6.9% 这是投票率 然后再来 如果明天是总统大选 你要选哪一个 那么愿意选 这个马无配的是39.9 愿意选马无配30.9 愿意选蔡树配的是32.6 愿意选宋林配是8.9 没有反应18.6 换句话说 在同个调查 在同个调查里面 马无配39% 这40比32点多了 就是马赢9赢蔡英文 差不多7点多个百分点 就是在辩论以后 做了调查赢7点多个百分点 可是再问他你有没有看电视辩论呢 有看了百分之63.8 没有的百分之36.2 然后看了电视辩论63.8 问说你认为哪个表现比较好 就出来我们刚刚这个 这是刚刚支持度 你会支持谁 然后再下来看 你是认为谁表现比较好 马英九31.7 蔡英文29.8 宋楚瑜13.6 那我在想说为什么说马英九比较好的31.7 那到了支持马无配有39.9 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还有36%没看 这没看的人到底是 有什么样的支持度 这是一个 第二个大家不要忘了 刚刚谁比较好以外呢 还有一个都很好有8% 都很好有8% 如果你把都好8% 交到马英九的31.7 就是39点多 但是各位可能会说 他不可能都给马英九 有可能都好8 假如5给马英九 马英九是36 3给蔡英文 蔡英文32 刚好跟蔡英文32一样 那马英九36跟39还差3呢 宋楚瑜说他很好的 辩论好的13.6 要支持他的只有8.9 所以有一部分可能宋楚瑜的票 说宋楚瑜好 但投的时候不投宋楚瑜 投马英九 所以这边又可能有变化 所以有各种 几种不同的解释 所以呢这个 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是为什么 所以奇怪呢 说他辩论好像马英九 只因蔡英文两个百分点 为什么投票的时候蔡英文 又输了马英九 有7个多百分点 有可能是这样 我只是试着去解读 为什么这两个不同 来来请各位 蔡表泰你12月2号是11.4 那这份变成18.6 就蔡表泰增加了7.2% 在辩论后 这个蛮奇怪 无反应啦 18.6的无反应 对变成18.6 本来这个两种不同的族群 对可是他本来12月2号那天 为表泰的只有11.4 离拜六的那个 滚动的 对 母数是不一样 母数是不一样 他那个3.4是不一样 是一样的 反正基本上就是说 基本上各家民调 大家认为马英九表现还不错 在辩论 那如果你问我 我认为马英九有功有首 是表现最好的 那蔡英文呢 比上次ECFA进步蛮多的 蔡英文就进步 因为上次ECFA 其实真的是变得不好了 那这次基本上有进步 而且进步不少 那我预期两周以后的 再次的这个辩论 他可能会比这次辩论更好 有可能 那宋楚瑜是出乎意料了 所以这次的辩论 其实有几个出乎意料 第一个就是这个马英九 马英九本来大家认为 认为他应该是防守为主 要现任嘛 一定被攻击 结果马英九呢 基本上是攻势大概占7成 防守占3成 所以他是所谓 最佳的防御就是攻击 这次让大家surprise 那宋楚瑜 大家本来以为他活力很旺盛 然后跟蔡英文2打1 打马英九 结果宋楚瑜反而平和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活力 当然也有讲到一些 但基本上还好 那宋楚瑜当唯一 这个比较特殊 大家没想到的 就是讲网络 年轻人网络 说中华电信 速度应该加倍 价格应该减半 等等 这个满能够掳获 年轻选民的心了 的确是这样 因为中华电信 这个最后一里 这个影响到我们电信的发展 置据 真的是影响非常的大 好 那大家怎么来看 这个刚刚的民调 以及 整个辩论到底有没有影响 有人说辩论会影响 有人说辩论其实也没什么影响 各喜各爱 支持的就是支持 只是更加支持 不支持还是不支持 来 沈大委员怎么看 我想关心这一次大选选情的人 昨天跟今天都忙死 都拼命在看报纸 拼命在看媒体 有人每个报都看 但是我觉得是越看越糊涂 因为真的是 变成外行看热闹 看不出个门道来 因为你晓得这一次大家碰到这种问卷的时候 或是打电话的时候 要么就各位其主 要么就是说各有立场 尤其是平民媒体它一定要平衡报导 所以不懂的人会说 怎么有三篇文章 各讲赞美一个 那不是又三足顶着又扯平了吗 这个就不懂平民媒体的文理 平民媒体特别要假中立 不一定有些平民媒体哪有什么中立 不中立的也好 我有两个有趣的指标要请 特别要请郭正亮指教 要指教 这是我的看法 这是我的看法 第一就是联合报 联合报的交叉分析里头 他各个阵营里头认为你的人 最好的百分比是这样 就是马英九77% 蔡英文61% 宋楚瑜54% 就是支持宋的人 竟然只有一半认为宋楚瑜最好 我觉得这个是最公道的 而且是最宽容的 所以马英九的人 认为他们的人最好77%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每天早上都在晨跑 我在市立体上跑 我各式各样的朋友都有 胜利的也不少 他们有时候跟我辩论政治问题 我从来没有赢过他们 我从来他讲交锋两三句以后 我就跑了你知道吗 不是你输了 是你跑了 省个麻烦的 那这一次他们又看到我 因为我以前都在室内 今天因为室内在公修 我就跑到外面去了 他说老大 到底早上扁你了怎么 我说蔡英文没赢 我只是讲 我不敢讲大书或书 我没赢 我省个麻烦 我说没赢 你想想以前碰到这种回应的时候 他们都会跟我吵 而且吵可不修 而且但是今天 我说没赢了 没意见 然后听了一下一个阿公 他说五十四岁的女人 还敢这样出来讲 就已经了不起 就已经很勇敢了 你看这是怎么 这是怎么一种自圆其所的 你最不代表性的 这怎么 好 我再补充一个 郭忠祥要代表性的 那苏贞昌 谢唐廷 李希优说不算代表性 不但有代表性 而且是大佬 苏贞昌都没有亮点 对 而且是大佬 如果今天蔡英文如果讲得好的话 他们一定要稍微讲一下能听的 他们三个人 有没有特别标那个点数说 蔡英文讲得不错 一点都没有 就是一些敷衍的 说就好像说我 人家说问你小孩子 你小孩子行不行啊 其实你小孩子在后段班 你只能讲说 他们班不是自由班 他们班没有一个人特出 就是这个意思嘛 对不对 不是这样吗 所以我觉得毫无疑问 我要跟你吐槽一下 那一天你在现场 对不对 你打分数 你把宋楚瑜打得比蔡英文高 我一直不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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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宋客记不行 不不不 我跟你讲好不好 打开你对他客气 我跟你讲 作为这种很重要的 公正的最重要的立场就是说 不管你的台 我们台都被人家认为是偏难 或挺马的 但是在评论这种东西的时候 你要超出自己的意识形态 我现在突然变成挺送的 对今天我平常讲 我要在郭政兰的面前表态 如果蔡英文讲得好 讲得有道理 即便我不同意 我还是给他95分 就如同你给马英九95分一样 所以我觉得公正的讲法 马英九第一名蔡英文其次 老是我们刚才说意外 是意外的好还是意外的坏 他至少也提出一些政见主张 后来不是那天你 你还是袒护他嘛 好啦好啦 基本上蔡英文有一段不错 蔡英文我整个结论的前半段 我认为 当然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蔡英文的声音本来就比较平 他从头到尾没有这样高低起伏 他可能特性就是这样 声音比较平 所以声音比较平 谈到那种比较慷慨激昂的话题 他比较不适合 而最后结论他在讲 从海角七号啊 看到小老百姓啊 然后没有一个人有原罪啊等等 他刚好他讲的内容 适合他的声音 所以一开始大家觉得 这段结论 而且结论感性是对的 可是他刚好放错了 他讲完这段以后 他后面就开始骂人了 要攻击 他应该把他倒过来 就会比较好 前面攻击 然后到最后就开始 感性诉求会比较好 不过就是说最后的 结论的前半部 我认为蔡英文 我认为是他表现 这个在整级表现最好 不过他比ECFA已经进步了 我们请这个郭委员 既然老审跟你喊话 你觉得蔡英文 那些表现好在什么地方 跟大家讲一讲 我觉得他主要是 他上次ECFA 比较像是一个教授 在问总统 那这次他把那个 作为一个潜在的 总统候选人 那个架势弄出来 然后他我觉得论述比较严谨 不过有点太严肃了 那我觉得我们的支持者 会有那种保留的看法 主要是本来期望值就没有那么高了 因为这个不是他的强项嘛 他的强项是梭理的 可是梭理不等于辩论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攻的部分 我觉得他问的问题不是很要害 那马英九都是问最要害的问题 那可见马英九比较凶狠 那这部分第二次小英一定会进步很多了 我觉得他攻击的部分 真的都没有抓到马英九的要害的问题了 所以我是觉得总体因为你会感觉就是说 就演说的表现 还有你说要有一些异扬顿挫 然后就攻跟防的一个平均一个配置 那这个当然你就会觉得说 好像马英九两个都有 可是我就觉得马英九有点伤到他自己 因为他攻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大总统不宜如此 他这个部分其实也有失分 可是我觉得他可能是 因为他是第一个讲 他可能预期宋楚瑜会批他 所以他也许他设定了这一次的 这个辩论的一个目标 是要巩固泛兰 可是小英的那个策略的目标 本来就不是 他本来就是要设定要真中间选民 所以我觉得那个演出的方式会不太一样 那我觉得马英九可能是这样算计 可是没想到宋楚瑜根本就没有在做攻击 不 马英九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因为他一定要跟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对比 你说我这个能力不足 你说我魄力不够我比给你看 对 可是邵刚兄 那蔡英文事实上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对比 所以你现在有比四年前好吗 他可以用这样来对比 可是他并没有用这样来打 那是雷根的招的 但是你真的比 蔡英文也是输的 那个数字真的比起来蔡英文是输的 所以他只能讲一些很空泛的 真的比数字比国民所得的增加 什么各种社会福利的预算等等 其实民进党执政八年 数字拿起来蛮绝夹的 那是只八年 可是现在你要比你四年前的承诺 承诺他也道歉了 六十三有的做到有的做不到 我觉得基本上 其实蔡英文要攻 他有很多项目 他并没有 好不好我们先看一下一个 宋楚瑜为什么熄火了 那这个很奇怪 大家原来觉得宋楚瑜口才很好啊 对不对 然后照理讲火力也很强 为什么宋楚瑜突然表现了 好像跟大家 他到底目的在核战 到底他为什么这样 来 郁方兄 我记得我上个礼拜在一个节目我讲了 我说你知道吗 你这个独唱跟合唱就不一样 你另外呢 就是说你在一个很熟悉的电视台 侃侃而谈 一个人接受专访一样侃侃而谈 跟你上了这总统辩论的那个台子 那感觉其实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会变得很紧张说你知道现在有各个记者在那边看着你 另外呢有全国的民众大部分的民众大概在看着你 你说话的时候一定没有办法像一个人接受一个熟悉的电视台 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那样子的可以发挥 可以尽情的挥洒 你是没有办法的 而且问的问题呢 不是你可以主导的 而且很多的问题都是非常严肃的 你在那个地方就是说你的火力就很难展现 所以这个是每一个 每一个候选人每一个政治人物都会遇到的 我为什么讲说 在这个三个人站在一起有点像合唱呢 就是说你不能自己过分的凸显 然后让电视有点荒腔走掉 因为这样子你一下就会 三个人里面就会显得非常的突兀 而且会非常的不讨喜 所以你多少要去揣摩民意的主流是什么 这样一来你的语气就整个就会变得温和 所以你没有办法主导这个议题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想宋先生大概他上这个电视台 就是说他在辩论以前他都已经细细的想过了 他想他没有办法像在某一个台这样子 可以尽情的天马行空的说说话 他知道如果他这样做 其实他会十分更多的 姬康兄你觉得为什么宋楚瑜好像这边说他熄火了 我先说一下 另外因为今天我们也引述很多不同媒体民调 这个我那一天我是在伊甸四 伊甸四是以五分为最高分 蔡英文宋楚瑜马英九这个排序 蔡英文4.2宋楚瑜3.8马英九3.5 那谁评的 当然就是包括参加节目的人 大家各自评了以后平均了 平均 那蓝绿都有 蓝绿都有 那我就不讲那个细节了 只是说的确站在不一样的视野去看 那为什么马英九当天会分数会少 因为其实几乎在评论的过程里头 大家都认为说 作为一个执政者这么攻击性 感觉上风度不好 所以他分数低了 那这是一个 那蔡英文本来他预期他第三名 结果他表现就 你也觉得他 其实有一些地方 有进步了 反而是进步 所以就得到分数高 宋楚义是几乎大家医疗之外 大家期望他应该火力很强 不过我有仔细听他所讲的一些内容 跟我所了解他 原来在准备的证件 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完全出现 可是他已经往那个地方走 他就对年轻人对教育的问题 对0到6岁的这个问题 他这个是唯一提出来 那他我认为他很估过 也许玉芳兄讲也是正确 他对战略性战术性层面 他有这样考虑 可是战略性层面 他是认为说除了这样的机会以外 这种这么困难的议题 他是提不出来的 包括他其实重点在中华电信 他是认为中华电信应该被解体的 基本上他是有讲 如果你不能有办法做到这些目标 就把你拆解开 蔡英文有讲 对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一个 我认为是蛮重要宋楚瑜的战略 来 宏慧 其实我觉得那天三个人 包含蔡英文跟马英九 恐怕都没有达到原来他支持者的预期 你看 如果说以这个民调来看的话 其实他的支持度都高于 那一天他们最后他的支持者 决定就是觉得他的表现得好 他表现好都低于他的支持度 我觉得蔡英文 以我女性的立场来讲 我觉得他那天其实算感性 尤其在结变的那一场 结变的前半段 对 他有运用到女性的那个特质 但是我认为他有两个最大半 就是说他的战术也许是正确的 但是战略完全失败 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很多民进党都认为 因为民党的攻击性比较强 他的支持者 那天蔡英文其实是采取一个比较手势 他很少做攻击 这个是不符合民进党的那个口味的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能觉得说 因此觉得他的表现不如预期 那第二个我觉得他最重要的败笔是什么呢 因为他在他的辩论前一天 他本来想打一个预防针 所以他丢出不排除两岸和平协商 对不对 可是呢 他在辩论的时候 完全没有对那个主张有任何的隐身 好像就等于说 而且还否定了九二共识 也就是说在这么重要的辩论里面 你完全没有办法消除大家对你 你有没有能力去稳定两岸关心 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部分战术是完全失败 那也就是当天辩论的蔡英文 否定了前一天他开记者会的蔡英文 那其实两岸关心本来就是蔡英文的罩门 但是他在这个这次辩论里面 完全没有掌握 而且更加确定他没有办法处理两岸关心 不过当然就是刚才邂逅讲 说这个一天是 我是不相信这个结果了 邂逅我抱歉了 就是说不能用平均数了 这平均我一个人打零分 那其他全部人 再怎么平均就没有用 你看那个三例就看出来嘛 三例 差不多蔡英文是马英九大概十倍 多十倍 怎么可能他好也不可能好十倍啊 所以有些真的有些人是 比如像我们岛 我们就是比如说九一 九十分八十五分八十分就是这样 那如果一个九十分一个十分呢 那平均还会变成这样 所以这个东西只能说几个人 不是用平均的 你如果仔细看我们的民调 你认为哪个候选人总体表现比较好 中立选民中立的部分 蔡英文二十点五 我们刚刚引述是二十点五 然后马英九十七点三 宋楚瑜是十七点六 在这里还赢了 但这大部分不表态了 三十百分不表态 还有这都很好的啦 往上加了 我们休息一下就回来